这就是李新年指挥修建的新机场 为了今天这一架战鹰翱翔蓝天 李新年带领他的战友们 在这里奋斗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修建这座机场共投资六亿多元 许多人找到李新年想承包工程 有的公司老板还把厚厚的红包送到他的住处 都被他蜿蜒谢绝 机场建设大小工程上百项 他全部实行公开招标 在机场建设中李新年并公用权严格理财 仅机场工程填土方一项就节约资金上千万元 李新年严格工程质量是出了名的 一次他发现一处地下梁局部有点裂纹 虽然对工程质量影响不大 但他还是坚决要求砸掉重来 机场工程在他的眼里就开始养养精品 处处一溜 光油还不幸 必须是劝油 机场工地方圆数里几十个施工点 李新年不分白天黑夜的来回奔波 过度的劳累使他多次晕倒在工地上 他就是一个工作狂 为了工作他可以跑去一切 在他的指挥下 机场提前三个月完工 二十项厂道工程全部优良 然而就在新机场刚刚投入飞行训练的第六天 李新年住进了医院 经检查已是白血病晚期 新年春节为国防工程建设耗尽了心血的李新年 走完了他五十六岁的人生 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 战友们都为有这样一位好搭档感到自豪 蓝天作证是李新年用生命 拖起了这一架架飞翔的战影 本台消息 民政部今天会同财政部 向受灾地区紧急下坡了八千五百万元救灾资金 用于保障灾区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支持灾区开展生产自救和恢复重建工作 民政部同时紧急调拨了七天顶救灾帐篷 用于福建湖南贵州等省灾民的临时安置 针对部分城市和地区房价上涨过快 房地产投资过大的情况 各地国土资源部门采取的调控房地产市场 土地供应的多种措施已经初见成效 目前有28个城市30个省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采取了多种措施 加大土地供应结构调控力度 各地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用地的公用比例明显增大 此外还加大了限制地清理力度 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用于房地产开发 采取多种措施打击非法炒房行为 规范房地产市场 另外还加强土地供应和地价动态监测工作 并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 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工作力度 确保和巩固土地供应调控的效果 我身后这条刚刚投产不久的水泥生产线 是由山东山水集团投资新建的 这条日产5000吨的新兴干嘛水泥生产线 从涉及到装备都是由我们国家自主完成的 这是国内第12条达到世界水平的 大型现代化水泥生产线 总投资只用了4亿元 是以前进口设备的三分之一 不仅投资成本低了 国产设备的粉尘排放运转率 能耗等各项指标 也都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 不久前刚对这条生产线 粉尘排放量最大的窑尾 进行了投产监测 这个排放量比起欧洲水泥行业 每标准立方米50毫克的标准 也要低许多 现在我国日产5000吨以下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已经全部实现国产化 并且开始向国外输出技术和装备 目前法国的拉法基 德国的海德堡等世界前十位的水泥集团 都开始选用中国公司 作为水泥工程总承包商 美国意大利中东等地 都有了我国设计建设的水泥生产线 今年前六个月 我国向海外输出水泥装备的合同金额 已经达到了60亿元 今天中宣部中国文联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 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我国现代革命音乐的先驱 险兴海同志诞辰100周年 与险兴海同时期的音乐家 险兴海的亲属学生 以及音乐界其他代表等120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 险兴海1905年出生于澳门贫苦工人家庭 他创作了救国军歌 到敌人后方去 在太行山上等 大量具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 他谱写的黄河大合唱 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士气 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英雄乐章 险兴海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 由于他对发展我国革命音乐 做出的巨大贡献赢得了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 今天上午江苏广东考生结束了最后一门考试 至此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全部结束 据教育部提供的消息 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的考生约800万名 分布在29.4万个考场 各地考试总体平稳进展顺利 高考期间试卷在运送发放的过程中 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先对个别地区发现的 利用通讯工具团伙作弊案件 010年的时候 在日本大阪召开了一个 日本优移组织的一个集会 这个集会上公开的叫嚣 南京大处是2024是最大的谎言 这样就在2001年 编了一个叫所谓新的历史教育书 就是这本书 那么是由胡桑硕出版的 那么在这本书上呢 就对历史进行了一些篡刊 那么这本 但是这本书呢 在2001年6月呢 被日本文部审 文部科学审呢 正式批准出版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个我们当时 包括我们中国 韩国 也包括日本的一些进步 学者啊 一些抗议 新历史教科书 不提从军未安妇的问题 对南京大屠杀 态度轻视 书中不仅几乎不提 日本对亚洲人民造成的伤害 也不提日本人民在战争中 所遭受的苦难 特别是如何看待 日本发动的战争 和日本对东亚的侵略 以及日本建立的殖民地 成为最主要的问题 但是很遗憾的 日本并没有对此进行回答 因此 对战争 殖民地问题 如何看待 都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课题 这也是中国 日本 韩国 三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 于是 2001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 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会议上 日本学者首次提出 中日韩的学者们 应该共同努力 编写一本有着正确历史观的 东亚近现代史 那么中国 韩国的战争史学者呢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议 可是对于东亚三国来说 虽然有着共同的近现代史 但从未形成共同的历史观 不同的国情 不同的思维方式 也决定了对许多历史事件 三国的学者都会有着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许许多多的困难面前 三国的专家学者们没有退缩 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后 三国的学者认定 他们要以中日韩三国的视角 来编写这部 前无古人的历史读本 这个视角呢 是非常独特的 也是我们编这本书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以东亚的三国 或者是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 为一个脉络 来描述我们整个东亚的 从明末开始 一直到现在的历史发展 这样在这部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 中日韩三国当时发生的大事 都不再是一个国家孤立的事件 都被放在了整个东亚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来进行考察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 对日本军国主义给三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这本书给读者做了全方位的阐述 对日本的读者们来说 他们将第一次比较全面的了解到 日本军国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和朝鲜 究竟干了些什么 比方讲我们这一章的第一节 就是中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这种侵略 首先从918开始 193年918开始 然后是对满洲的傀儡政权的扶制 社会经济的 包括中国的反满抗日战争 这四节 这个四个目都把这个非常充分 那么这一章的关键一节是在第三节 第三节就是日本清华对中国民众的残害 特殊一个残害 这个里面的残害是在 它这里面几个目 第一个目就是战场上的民众 这个河南民 那么这里面就写到了我们的民众 当时日本的清华造成了许许多多的民众 流离世俗 特别讲到了日本强奴劳工 那么第二个目它就是南京大组产 完整的南京大组产 进行了描述和定性 那么后面还有三广政策 这个无差别轰炸 无人区 那么这是第三目 第四目呢就是毒气战 虚惊战和人体实验 第五节是性暴力 日军性暴力 所以这个反正日军在华的这些主要的暴行 在这个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和体现 而对中国的读者来说 我们在书中除了能看到这些惨痛的历史史实以外 还能了解到当时日韩两国人民真实的处境 韩国的这个 它因为它经测了50年了 这种殖民地的 所以韩国遭受的苦难和人民的殖民地的苦难也是非常慎重的 我们过去可能很多了解不多 尽量知道我们中国人怎么受害 为什么韩国人一提到日本修改他们也非常愤怒 而且比我们可能还更强烈一点 因为他们是受到了这个殖民地的这种挪狱 所以他们受的伤害更重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段韩国人怎么受害 告诉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 那么日本呢 我们要理解什么呢 就是说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 这14年过程中 日本的果民在这个天皇寺的这个统治下 在总立战这个这个制度下 他们也狂热的知识战争 但是呢 在知识战争的同时 他们也遭到了巨大的灾难 除了我们知道的 在教科书中出现的光岛长期原子弹以外 从通经大轰炸以外 那么还有日本的民众 普通民众 特别日本的妇女 当时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是如何的增长 如何的增长 他们是如何的生活 如何用自己的血汗去支撑这个战争 这个不义的战争 但是如果日本的学生强调了这个被害的角度的话 那么对中国学生来说就是一种伤害 因为他们觉得日本在战争中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加害 是一种很残酷的一种暴行 那么你没有 他们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再追问一下 日本的学生为什么没有谈到这个 因为他们不了解 他们的历史教育没有给他们一个准确的一个信息 那好了 我们把这些东西要准确的告诉他 日本的进步学者来说 他们非常希望日本的国民能从加害和被害 两个角度层面上来理解战争 这样才能核实我们在民众之间达成一种 共同反对战争的 共同反对侵略战争的一种 共同的认识 这样 这部由三国学者历经三年的努力 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不仅对肆意篡改历史事实的日本右翼 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更立足于东亚三国的视角 将一百多年来东亚的历史 客观公正的呈现在了三国读者的面前 对这样一部对历史认真负责的书籍 韩国和日本的读者们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5月26日和27日已经开始发行的韩文和日文版本 就分别受到了两国读者的大力推崇 现在在韩国出版的印刷的数量已经达到两万册 而且现在已经销售一空 在社会中反应非常热烈 这在韩国在历史书籍发行方面 就是不可想象的 也超过了以前的历史书籍 而且准备在2005年的7月份进行再版 在日本的发行情况 因为一般在日本的像这类社会科学类的书的出版 一般它最低的发行量是从2000册开始 但因为这本书呢 它是分量特别重 所以我们最初呢 是要把它一开始定为是两万册开始 那么在这个出版的之前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的出版社 大家都很担心 如果卖的销售情况不好怎么办 如果大家都不是感兴趣怎么办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在出版之后呢 大量的要求订货的电话呢 络绎不绝 就像刚才我讲的 就像着火的现场那样的 从早到晚的电话 不停的要求我们增加订货 我们增加了二版三版 一开始是两万部 现在我们已经增定了一万五千册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印刷发行的量是为三万五千册 我们是今天正式向全国发行 北京的读者 昨天下午三点在西南图书大楼和王武艇书店 就可以买到这书了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网上 已经开始也在发售 同时从现在这个批发的情况看 我们今天就已经开始筹备 准备第二次的印刷 相信它是一个 会有比较大的销售量的一个结果 在这本书的首发仪式上 一位日本人是这样告诉记者 这本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是三国学者在尊重各自固有历史认识的 同时所达成的对历史的共识 前世不忘后世之诗 面向三国青少年读者的这本书 告诉孩子们的是真实的历史 只有真正的尊重 只有真正的尊重 感谢观看